有的時候 細節會告訴你答案 所以有時候一看 你就是轉型一下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看就知道 因為你對齊馬上告訴我答案了 你明明是文字 你為什麼不轉一下 難怪你會用V路函數查不到 常常同學就查 老師奇怪 明明我看到都一樣 我怎麼查都查不到 我說 格式錯了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個Value蠻常用到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很多人沒用過 如果你沒用過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真的是這樣 因為工作裡面常常遇到 就是數字跟文字搞不清楚的狀況 該用文字就用文字 該用數字就用數字 那什麼時候會是文字 就是你如果用文字函數 它Return回來就會是文字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部分注意到的話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它向下填滿 你看看 這樣來做什麼 樞紐分析就OK了 有沒有 那怎麼分析 其實你可以直接按確定 游標放上去 把年圖拉到列 再把年圖拉到值 然後把加總改成 加總是一方改成就是值的欄位設定 改成技術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算 它這個加總意思是說 它裡面的數字 它幫你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數字就不對了 所以我把它算幾個按確定 也就是說每一年發生搶奪案件的數量 這邊可以看到 好像幾乎一樣 怎麼會這麼剛好 這裡面是不是有 現在有流行叫什麼貓膩 那最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利用這個再畫一個圖表 畫什麼 畫折線圖可能比較 折線圖如果有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再來 剛剛是從年拖拉到年 然後年再拖拉到 反正就拖拉兩次年 一定要有這個欄位 然後再把這個箭頭 地方的改成什麼 改成技術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樞紐分析圖的地方 選擇折線圖 我建議是用有節點的 有節點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幫我把那個 歷年來的那個分析圖就出來了 當然這個可以拿掉 這個圖例不用 甚至上面標題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沒關係 反正至少我知道說 其實台北市應該自然已經夠好了 搶奪 但是假如說你想知道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呢 到底哪一區最容易被搶 哪一個地方最容易被搶 是不是感覺好像常常去 那個什麼 萬華的時候 感覺那邊 就有那種容易被搶的感覺 好像隨時都要緊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說污名化他 我只是說那種氛圍啦 OK 那個氣氛 那只是說 我們怎麼知道哪一區 搶奪案件最多 所以如果以這個範例來看的話 那是不是說 我們應該再回過來這邊 再增加一個欄位 所以在一欄的地方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欄 哪一區 所以這裡的話 哪一區 那我們可以按照區去分析 哪一區呢 其實再來區還滿簡單的 看一下這個資料 趨有一個共通點 在哪裡 在這邊跟這邊有沒有 所以它的邏輯是 從第四個字有沒有 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MID函數啦 MID這個 然後給它 地址裡面喔 幫我從第四個字喔 抓幾個字 抓三個字 那就會是什麼 哪一區了 所以向下填滿 OK就出現了 區 如果我要統計的話 一樣嘛 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 再來我們可以再產生一個什麼 區 不過各位請注意一下 奇怪 你想說 老師這邊不是應該有個區嗎 我剛剛不是有插入 那為什麼它沒出現 有沒有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樞紐分析表會有個 奇怪 不見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它這邊喔 資料如果更新 它不會主動更新 所以請你看到這邊有個按鈕 叫什麼 重新整理嘛 所以你想想 重新按一下就可以了 重新整理 有沒有發現 區就出現了 再來怎麼做呢 把區拉到列 再把區拉到值 它就算出來了 再來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按照什麼呢 按照排序 排序的部分的話就是資料 游標放在B4喔 游標記得喔 放在那個 你要排序的那個 藍的下方 這個儲存格 然後按什麼呢 應該我要想要知道哪一區 搶奪按鍵最多 所以呢 你就選擇什麼 選擇 Z到A有沒有 然後把它按一下 這樣就OK了 Z到A 果不其然 我猜得好像 不過我其實沒有特別啦 因為只是 你大概到每個地方 你都會 有一種 觀察嘛 至少你要觀察一下 OK 那哪一區 哪些區應該是 最不容易被搶 大安區 對不對 信義區 內湖跟文山 好像跟我們 這個 推想的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有的時候大數據分析 有的時候還滿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先有一個 有一個假設 對不對 可是問題假設的答案在哪裡 你要去找 找那個data 找那個data 然後呢 那去驗證 OK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 答案也或許啦 跟我們的 假設其實會 還滿接近的 對不對 那當然 這個部分其實最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從這裡面其實是在新聞媒體裡面 看不到的一些資料 因為有時候新聞媒體告訴你的東西 不見得一定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背後有一些 這個不一樣的立場 OK 那最後當然也可以畫個圖啦 畫圖的話 我是建議這個應該 甚至你想說我留下前三名就好了 那怎麼留下前三名 再來如果你要留下前三名的話 你可以再把什麼呢 把這邊的那個列標籤的這個箭頭 找到值的篩選 取前十項 不過我們只要三項的話沒關係 你就把 十改成 十改成三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只要前三項 那這邊改成三就可以了 按確定 有沒有 他怎麼會 給四個呢 因為有同樣的名字 同樣的數量 然後最後的話你可以再利用這個資料做什麼 做那個一樣嘛 畫圖 不過這裡用折線圖好像不太恰當 因為我如果要 然後 就是凸顯那個數量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圖就是 用直條圖就夠了 因為直條圖其實就蠻直覺的 OK 你可以發現這樣子 然後這個圖力也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這個顏 這邊的這個顏色 有沒有 換一下 比如說填滿的顏色 甚至把它填成紅色 有沒有 有沒有 不過好像 旺華會不會又被 突顯出來 因為之前就已經被突顯過了 OK 真的有時候去旺華 就覺得那個地方真的還滿特別的 就是很多地方其實感覺雖然它是在台北市 可是那邊的文化好像感覺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每個人感受不同 好 那再來的話 最後如果說假設 我想 知道有個答案的話 答案什麼 就是 到底哪一條路上最容易被搶 如果你走在那一條路上 一定要特別小心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新生北 這個什麼 這是 知行路 這個是 絲圓街 不過它這個什麼 還有雨 雨 泳村 絲圓泳村 好不好 那可是啦 我們只要取一條路好了 比如說絲圓街就這樣 那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說 我們第一個 哪一條路 所以你可以什麼 哪一條路 這邊不會有多一個欄位 我講過 如果你要統計分析 反正很簡單的直覺 以後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 你要分析的那個欄位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話 你就先變出來 如果沒有變出來 你就不要說你要用樞紐位 因為絕對沒辦法分析的 就這樣而已啦 OK 你也不要想太多 你說老是不是可以有什麼 計算欄位什麼 我跟你講 你不要用那個啦 那個實在太難用了啦 什麼計算欄位 真的 那個你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不喜歡用了 那更何況 我就很直覺的 沒有變出來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他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街 有沒有 路或街嘛 甚至有可能是道嘛 有沒有市民大道 也有可能 或者凱達格蘭大道 有沒有 但是凱達格蘭大道 被 被搶奪的機會應該是很少 因為他才相搶就直接被抓了 因為旁邊就是警察了 對不對 所以 凱達格蘭大道 那 假如說我今天要取得的資料 其實這一題是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要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我前面那個字應該在哪個位置 後面那個字應該在哪個位置 那我再用MID那個 MID的函數 把 前面那個字加1 就下一個字 再取最後那個字 減掉前面的那個字 的位置 就可以得到了 不會有點複雜 所以會需要有 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fine fine什麼呢 fine它的位置 什麼位置呢 就是 這個新生北的前面這個是到底什麼 可能是區嘛 可能是里對不對 可能是這兩個 有沒有可能是零 他這邊好像沒有零 所以可能是這兩個 那他尾巴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街 有沒有像這個是街 也可能是道 不過這個就 這個就不太 這個就是 所以他這格式又給你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像這個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刮斧拿掉 先把刮斧先取代掉 不然最後你要處理太麻煩了 像這有些是刮斧 有些可能是像 所以這個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想想看 當然如果有 那一條路出現了 那我們才有辦法做統計分析 OK 試試看一下 待會我們再一起來看 如果用 像fine 像mid 像那個 if air 另外還有一個if ai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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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